在今天建制的装修教室呢 他要从实用住宅改造达人的经验 跟角度分享给大家 建制如果有一个预售屋 建商通知我要来课便了 那我现在来找你来得及吗 还是我什么时候找你才来得及呢 通常如果你是买预售屋的房子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课便 课物变更的一个时间 那通常这个时间点 往前推算我们都会建议客户 当建商的时间是确认的时候 大概至少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 你要先找好你的设计师 因为当设计师你一确定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时间去做沟通 然后去做规划 那我常常跟每个预售屋的客户说 就是我们在规划预售屋的设计 其实跟规划新层屋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我们会当做这个预售屋 其实是你可能是下个月 你就要搬进去了那种概念吗 或者是两个月后 你要搬进去 所以你这时候不管是设计师也好 不管是业主也好 你都会非常慎重在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在预售屋的这个 事先阶段的规划 第一个规划的时间也要足够 OK 所以通知你客户日期之前 往前推至少两个月 是 有这样子的时间是最少 如果你越长的话当然越好 我们可以沟通得更清楚 像我有客户可能曾经的经验 就是六月找我 可是到十二月中才客变 因为我们光六月七月八月 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彼此的认识跟了解 好 那么预售屋客变 设计师可以帮你省钱 然后很环保 然后又省师 那到底省在哪些地方呢 好 倩宇你刚刚说省在哪里 其实这个关键点就在于说 你的平面图一定要定案 也就是说在这个事先规划过程 你跟一样新城屋一样 你把平面图定案之后 我们就会有那个定案的隔间 跟定案的这个水电的位置 那因为你隔间 如果都有调整过后 其实你未来少了一些 敲打墙面的一些费用嘛 所以你就省得敲墙的费用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门的高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建商给我们的有一些房间门 它的高度可能只有2米1 2米2 假设你想要你的房间门比较高 打气 你想要坐高一点 比如说坐到2米4 或者是坐按门 那是不是这个门就要退掉 所以其实房间门退不退 跟造型有关 跟高度有关系 然后可能跟你的整个 整体的设计有关系 可是要坐按门 你的房间的门框都要拆掉 那很多人在新城屋的时候 他都没有变更这个东西 你为了要做造型墙或坐按门 那这个房间门 你把它拆掉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补磁砖 那又是一笔费用 所以你不只拆除了钱 你还要补磁砖的钱 然后你那个门框 你还要再请尼座师傅再修补过 其实这些都是费用 OK 好 那当然因为 你刚刚说 你是以一个家的概念 帮我规划嘛 所以我比方说 我什么地方想要摆个插头 哪边必须要有个什么 扫地机器人该有的一些位置 还有一些插座的部分 你通通都会帮我考量进去 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 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就以床边柜的插头来讲 如果我肩上流的尺寸 是在离地30公分 可是你的柜子可能有50公分 所以你的床边柜 如果一靠上去的时候 你的插头是不是在柜子的后面 挡住 对 造成你那个床边柜 跟墙会有个距离 容易击灰尘 而且你要插插头的时候不方便 所以建议我们常常在讲说 依照你人体工学的 常用的高度 假设你是低头组 或者是你常用平板电脑 你是不是 你所常使用的那个位置 旁边有一个顺手 有个插头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规划的时候 我觉得未来 你也不用再打墙壁 当房子清晨屋的时候 自然那些线跟那些电源 都已经在墙壁上都做好了 所以才说如果以整个家 你下个月要搬进去的 那种概念来设计的话 你搞不好 可能家具的尺寸高度都有了 所以插头出口的位置 也都刚刚好了 没错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有时候 如果我们买一些预售屋 建商给的一些厨具 或是卫浴都不错的时候 建商大批买 一定比我自己买便宜吗 对不对 没错 其实在客变这个阶段 厨具跟卫浴设备的 这个选择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跟整体的预算有关系 那我们常常在讲 建商所提供你的厨具 它整批买的 它的价格绝对是 厂商给的最优惠的价格 所以尽量 如果说除非很差 要不然尽量是 能够用建商提供的资源 去使用是最好的 那厨具最常会被变更的地方 就是说 可能每个人的通调习惯不同 还有收纳习惯不同 假设建商给你一字型的厨柜 可是你实际上你也需要L型的 那这个L型的多出来的部分 你可能就要加价给建商 但因为它是整批买的 所以这个就算是追加的部分 你也会拿到比较优惠的 一个折扣的价格 对你也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知道 从一字变成L 这个就要靠设计师了 你的设计图一定要先出来 那建商请它的这个厨具厂商 在施工之后 才知道这个L 要怎么个L法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 厨具也可以做升级的动作 因为万一建商给你的台面 是一般的人造石 你想要提升成塞力石 或者是说 它的门片本来是 可能一般的系统门板 你想要变成钢琴烤漆的 或者是结晶钢烤的 其他的门板 那这样的一个材质变更 有可能你的预算会再增加一些 但至少你可以在 课边这个阶段就先做调整 要不然每个人 对于设计的风格不同 那对于厨具的要求的设计 也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赶快提早做规划 会节省一些费用 好 那么其实我们那天 在做座谈会的时候 建制有聊到一个观念 我觉得很棒 也就是说 预售屋如果你找设计师 越早找越好 因为你的那个观念 真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啊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常跟屋主在聊 我们常说 如果你的房子是新成屋的时候 你交屋之后 你还是会找设计师 来帮你做规划 会 那其实你会的话 你只是把这个设计师提早找出来 然后在预售屋这个阶段 就提早先帮你规划 那至少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 除了你节省一些规划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你减少一些拆除墙壁的时间 甚至 你一些水电管线都先配好了 然后甚至冷气的排水位置 都设计好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房子交屋之前 至少有设计师帮你做烟屋嘛 你们会陪同烟屋 对 因为烟屋这个过程是一个 我们常讲是一个交接的过程 怎么说呢 因为 假设建设商它给的配备有少 或者是给的一些设备有瑕疵 或插头煤电 就是有漏水 我们最希望验的就是 我们比较难处理的 譬如说大门 大门如果有损伤 这个我没办法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铝窗 因为所有的窗户都是在 建设公司在盖房子 就已经装上去的 所以这些东西要做调整的话 它需要建设商来修 第三个就是从厕所找手 因为这个瓷砖如果贴好了 如果有损伤 还有这些卫衣配备 如果有些瑕疵 我们在做装修装潢的时候 没办法马上的做修复 这个责任就必须找建商来做处理 所以你越早找设计师 可能在验屋的时候 设计师会陪同你 是 对设计师而言 这也是责任的厘清 没错 如果是建商的问题 建商要负责修到好 再交给我设计师 没错 通常我们会建议 预售屋的屋主 就是在建商提供预售课便之前的 两个月前开始做准备设计 我想这样的时间会比较充分一点 另外就是在预售课便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建商所提供的 这些厨具 卫衣设备还有一些建材 如果他提供的设备还不错的话 尽量是能够使用又使用 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装修的预算